國際學校和幼稚園要如期在8月上旬展開新的學年 現在看來應該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早前預計全港的學校包括一般較早開學的國際學校和幼稚園 不會早於8月17日開學 各類的學校最終的開課日期 我們會視乎疫情的發展再作決定 也會盡量給學校兩週的時間、兩個星期的時間去作準備 我們同學界在今年5月和6月復課安排的時候 都得到一些刺殺可行的經驗 包括了分階段或者分年級復課、半日的課堂 各項的人流管理和衛生防護的措施等等 我們計劃在新學年開學的安排的時候 是會繼續循這些方向長加考慮的 至於刮警學童方面我們在早前安排了中三至中五的刮警學童復課 有關的安排無論是對學校、家長以至同學本身都需要大量的時間、資源和準備功夫 當中涉及很多範疇包括了深圳政府的全力配合、兩地的防疫、抗疫的政策、出入境的管制 以至於交通的安排等等 我們是必須以私生和兩地公眾的安全作為我們主要的考慮 同時也兼顧各方面的承受壓力 我們覺得除非在短期時間之內 公共交通或者更多的出入境管制站可以恢復運作 否則我們極其量只可以研究繼續在新的學年 是被升讀同一班的同學 即是升讀中四至中六的跨境學童回港上課 這個當然也都要繼續需要得到深圳政府的支持 是要繼續跟內地政府商討 才知道是否能夠做得到 本 broadcast仍然有疑然 我看不到 敏 PAL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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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LM